- 嗨!Youtube 大家好,我是小日 這次的劇情真的很好看,棕咪甜度爆表了 那我這次就要來講VK香火劇情 降臨開始編織的永無之島 影片開始之前請注意 影片中出現的一些調侃偶像的話,都只是效果而已 沒有任何黑角色的意思,我也是全員退的好嗎?愛他就要迫害他 也會出現浮象CP言論,如果你有雷的CP,或者只是影女請迴避喔 晚上在星奏館的圖書室,設在跟紙紗說一個叫日本永無之島碑的東西 簡稱JNLC 真的很愛簡稱,我念簡稱更容易念錯 永無之島碑起源於歐美,目的是頒獎給最具藝術性的音樂人 日本版的創始人就是我們存在感很高的教父 設受一位恩人所託要參加JNLC 因為原本想拜託的人都很忙 又正好遇上了紙紗,雖然想請他跟自己一起參加 但紙紗總感覺他原本就想找自己 孩子自信點把好箱去掉 可是明明社還有宗這個朋友,為什麼不找他? 社給出了解釋是,他覺得宗對所屬團體Valiki應該更感興趣 一週前宗要回日本的前不久 美加在擔心自己還有事情沒準備好,感覺一定會被宗罵 想著想著美加居然就臉紅了 接著他吐槽自己現在不是幻想這種事情讓我興奮的時候 原來你是這種屬性嗎? 這時美加聽到了社的聲音 社說現在是音質Day的時間,所以在做自己的事 結果節日名字又被吐槽了一次 美加覺得可能因為社跟宗很像 所以他才比較自在的跟社說話 但社道覺得自己跟宗差很多 幾個小時後宗下飛機了,好可愛喔瑪朵姐 瑪朵發現宗今天比較多話 應該是因為就要見到美加了所以很高興吧 但瑪朵似乎會吃美加的醋 美加一來瑪朵就不說話了 應該是因為有美加的陪伴宗就不用依靠瑪朵了 美加發現宗跟瑪朵戴著同款墨鏡 因為宗覺得這樣瑪朵會很可愛 宗老師你也很可愛 宗告訴美加自己這陣子都會待在日本 兩人在回美加住所的路上 宗問他怎麼一直發呆 美加回答因為在準備工作企劃 早上會遇到社也是因為想去看場 但根本進不去那個場地 後來在時代大道上社打電話給Towley 聽到那句經典台詞Towley的反應是 社不是屬於自己而是屬於音質 Towley真的長大了你怎麼那麼懂我啊 接著社就聽到宗的聲音 他在跟美加吵工作企劃的事 難道美加不做宗的人偶就什麼也完成不了嗎 兩人吵架的過程在社看來就是打情罵俏 因為社的介入導致兩人的爭吵沒有結果 巴利克也要參加JNLC 宗借此機會把準備工作交給美加 原本很期待美加的成果 但宗沒想到的是美加並不擅長自己主導這些事 紫莎突然冒出來向他答話 宗非常不愉快的回應了他 紫莎因為擅自決定了奇怪的工作而惹慈生氣 結果他就不給紫莎做飯了 兩人講了一大堆話後 宗問他到底是來幹嘛的 紫莎原來是要問他怎麼買食材 宗就叫他自己去問店員 宗在美加的公寓附近發現了蹲在垃圾場旁的美加 宗直接跟著坐在旁邊 反正這套衣服跟社的很像 宗不想讓別人覺得自己跟他關係很好 所以想做一套新的衣服 美加發現宗跟社明明很要好 但卻跟他和藍的友情不一樣 宗跟他說了些很勵志的話 美加亞裔社交障礙的宗會說這些話 宗提起兩人曾發誓要作為人類活下去 兩人在一起才是Valikiri 美加一直陪伴在宗身邊 宗也一定會回饋他 美加聽不太懂他說的話 看看宗都回了什麼這段真的超甜的 宗為自己在街上罵美加的行為道歉 他猜測美加應該很不安 回想起Valikiri的光輝時期 所以想要重現過去的企劃 縱希望美加能對自己的作品更有自信 感覺美加就像過去的自己一樣 當時是美加讓自己再次站起來 這次換他來幫助美加了 正因為LC舉辦當天 美加回憶到原本以為可以跟宗好好生活一陣子 晚上鋪好床一起睡覺啊 幸福的同居生活什麼的 結果宗把他的房子退掉 要他搬進行奏管 一邊規律的生活一邊進行創作 後來美加說瑪朵怎麼最近都不說話 宗說應該是瑪朵會嫉妒美加 兩人說到一半社跟紫砂突然出現 紫砂說他跟社要組隊一起參加JNLC 社則說他們來參加是有些理由的 宗後來說兩人會影響他們演出 叫他們快點離開 紫砂從唇那裡聽說美加在準備演出的時候遇到了瓶頸 因為這樣社才想到找人搭檔參加JNLC 為的就是能讓宗有點警覺 但現在看來是沒必要了 JNLC結束後 社跟紫砂的雙人組拿了最後一名 我真的不會念他們的團名 結果兩人又看到Valiki在吵架 美加說宗怎麼把他的東西都丟了 那些東西對他來講很重要 可是宗不懂 所以美加為了讓他懂 就是要去把瑪朵丟掉 不要丟啦送我就好 宗非常慌張的要阻止他 吃瓜群眾則依然吃瓜 還記得之前洗牌劇情我說過 覺得薰跟一代差很多 宗也是我覺得改變很大的一個角色 雖然在遊戲裡他們是大我一歲的前輩 但還是有種孩子們長大了的感覺 影片的最後想問大家的問題是 社跟宗的花生扇你們比較喜歡哪套 我比較喜歡宗的 感覺比較低調一點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期待下次與大家的見面 小兒的影片永遠歡迎你們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就下部影片稍微 Ну 我們就是 我們下部影片見識了